他们的岗位很平凡 这个企业提供我们分担 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更多地去做的 他们的成就很耀眼 你这个刀一张挖得不好 可以说你连头一钉点 平淡的生活中 他们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酸甜苦 又是什么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 解决问题的一种快乐 我们干什么事情要把它坚持到底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平凡的精彩 各位好 劳动是人类维持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手段 按照传统的劳动分类理论 劳动可以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类 因此我们经常用智慧和双手来概括劳动的本质 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 不仅展示劳动者的智慧和双手 更想呈现一种劳动者的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超越简单的物质回报 超出养家糊口的生活范畴 是为了一种价值观而无怨无悔的付出 那么什么才是劳动者的价值明灯和精神旗帜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认识一名石油工人 看看他的故事会给我们怎样的答案 现在采油上一般好多地方都是无人之手了 都是有一些远程监控 锦下作业这块吧 就跟那个大夫看病 下刀子的还就得到手机台跟起来 所以说必须我们来去干这个活 钻井苦 油溅泪 又苦又泪 作业队 这是在石油工人中流行的一句顺口溜 因为作业队要负责维护油田的正常运行 哪口油井出油少了 哪里的设备坏了 作业工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维修 因此人们给作业工起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油井医生 44岁的苏国庆就是一位干了26年的油井医生 像我们这柴油厂这数百口井嘛 这七个队每天都在干活 没有说哪天啊 没有井修了 就一直都有啊 不是这口井坏了 就是那口井坏了啊 作为一名油井医生 除了要熟练掌握专业技能 更要具备应对突发险型的能力 2011年 在处置一次井喷事件时 因为事发突然 苏国庆来不及准备 穿着普通的隔热服就冲了上去 五六十摄氏度的热水 顺着他的领口直往脖子里灌 他一边忍着烫伤 一边进行作业 这个行我记得好像就是七八月的天 正热的时候 确实他们当时警察有一个队伍啊 也是干不了 满地是水啊 那挖沟机退土机就在旁边推 水都真是冒老深的啊 危机中 苏国庆却格外冷静 凭着经验 他很快想出了控制井口的方案 后来就穿着香蝗队那种隔热服 但是那个领子里还是惯的全是啊 用了得两个多小时啊 当时就觉得好像 自己可能也处理不了这个事了啊 最后还是咬咬牙尖身下了 最后还是把它弄住了啊 由于苏国庆的冷静和执着 这起井喷事件得到了及时解决 避免了一起原油泄漏事故的发生 但这样的场景对于苏国庆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他这个特别勤奋 爱动脑筋 在工友们眼中 苏国庆是个能人 不仅是因为苏国庆在遇到 极难险重任务时 总会冲到前头 而且他还有一个绝活 就是总能用一个小到不起眼的技术改良 解决大伙在修井作业中 遇到的大难题 在平时工作的时候 大家可能这些工具啊 这些都习以为常了 但是从他角度来 就能考虑得出来 这些东西吧 我怎么能让它更好用 只花十块钱 加装一个挡片和一个弹簧 就能让尾绳箫子更容易插把 不易损坏和伤人 一件快速取出绣丝饼丝的工具 让原本需要两个人 配合耗时二十分钟的操作 简化到只需一个人五分钟搞定 苏国庆的这些创新小发明 工友们随口就能数出一大堆 它这些发明创造啊 使我们减轻了劳动强度 然后更有趣地把这个工作去完成 不甘就能让出来 不敢让它一直就等着那种 工友们都很佩服苏国庆 但苏国庆最佩服的人是自己的父亲 苏国庆的父亲苏世栋 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部队转业 先后参加过长庆油田和华北油田的会战 受铁人王敬喜精神的鼓舞 苏世栋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石油工人 在华北油田会战时 苏世栋作为钻井队指导员 带领全队刻苦钻研钻井技术 创出了一年钻井十二口 近尺突破三万米 全年钻井零事故的全国一流场景 被评为1981年度河北省劳动模范 我都给他讲这个短定工艺的不用意 跟他说有所谓的事 我说累是累不坏的 累也累不上瘾 都要你注意的安全 父亲常常讲述王敬喜的故事 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苏国庆 1992年苏国庆从技校景下作业专业毕业后 被分配到华北油田景下作业队 当上了一名作业工 第二年就随队伍被派往内蒙古大草原 执行施工任务 那是一个荒芜人烟 冬天奇冷无比的地方 四年1400多天 在草原生产一线的坚守 使苏国庆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景下作业工 也让他渐渐地热爱上了这份工作 1998年苏国庆被调到采油舞厂工作 他本可以选择调换一个轻松的岗位 但他还是决定留在作业队 因为那时候吧 作业队在他们眼里 可能是舞厂最辛苦的一个工种 他没想到我们能去作业队 我们好多同学都从作业队朝外调 在作业队里 无论是导班工还是小班司机 苏国庆干得都很出色 他也因为业务精湛 成为华北油田公司的金牌工人 我们在井上就是量油管和车口管的时候 这么量的时候吧 它经常就是对的不准确 我们就是发明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对齐淋味 把它拧紧 然后就很简单 精湿度特别高 并且这边的话 人工也不需要那么费力了 从2005年开始 苏国庆又迷恋上了技术改革 在采油舞厂的作业现场 到处都是他的作品 虽然制作简单成本低廉 但是却有效地解决了工友们工作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 我觉得我们更有这种责任 或者是义务 来替这个企业 或者是替咱们这个工友们去分担一些 替他们去多解决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就是 怎么说新一代石油工人 可能应该去更多地去做的 没有人知道 这些小小发明的背后 苏国庆付出了多少心血 只有技校学历的她 愣是凭着自己的摸索 学会了使用电脑进行3D制图 有的时候我就说我睡醒一觉了 就一看她还没睡呢 还在那弄那些东西 苏国庆的妻子李素文 也出生于石油家庭 她是目前第五彩油厂电焊工中 仅有的两名女性中的一名 她的焊接合格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百 苏国庆的很多创新发明 也源于她提供的技术支持 如今在苏国庆的带动下 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了她的创新团队 通过她这个勤奋思考 影响到我们 影响到我们也去 这有问题 我去想 是不是我也可以把它解决了 截至2017年 苏国庆和她的创新工作室 完成技术改造成果51项 累计创造经济效益6800多万元 其中9项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苏国庆也因此获得了河北省创新工作室带头人 河北省能工巧匠 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河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也是对我们一个鞭策最大的这种研究感 解决问题的一种快乐 很多人都觉得石油工人的工作苦 但是苏国庆一家两代人 却在这份工作里头 慢慢地品尝到了甜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 出现过像铁人王晋喜这样的劳动模范 他那句宁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名言 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 激励无数后来者 为国效力 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越开发越少 但是精神是可以不断地发扬光大的 苏国庆就是铁人精神 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的代表 有了这股劲 不管是在哪个工作岗位上 他都能品尝到 劳动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这才是劳动带来的 比物质刺激更令人向往的一种境界吧 那接下来要认识的这一位呢 也是一个追求这样境界的劳动者 他坚守一个岗位31年 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这是一段怎样的人生呢 一个极度危险的工作 全中国只有不到20人可以胜任 而这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就是徐立平 徐立平从事的火箭固体发动机整形 被称为雕刻火药 这项技术是世界性难题 迄今无法用机械手代替 人工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 蹭出火花就会引发高能火药 瞬间爆炸 操作人员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 就是用一个钢球朝这个吞机上 摩擦一下就把它就点燃了 这个它的燃点也是比较低的 1987年 19岁的徐立平从技校毕业 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整形车间 但进场第一刻点火试验 火箭的发动机轰鸣声和蘑菇云 把徐立平看呆了 师傅对他讲 如果整形与设计不符合 火箭很可能偏离轨道甚至爆炸 从那时起 他就暗下决心练好手中这把刀 把刀 人家要求0.5或者0.2 那我们这一刀采下去 采不到人家那个厚度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这个产品的报废 1989年 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 药面出现问题 必须挖开填住好的火药 徐立平凭着技艺和胆量 主动要求加入突击队 可以说是我们厂有史以来 头一次装到火药堆里进去 挖药的名次 而且挖药量极大 在装满火药 仅容一名操作人员 半躺半跪在发动机壳体里 用木铲铲铲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 每次最多只能挖4、5克推进剂 高度紧张和缺氧 使人每次最多在发动机壳体里 干十来分钟 徐丽萍为了让同事休息 每次都要多坚持一会儿 在里边干的时候 除了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 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就这样 在无比艰难的两个多月里 徐丽萍和队友们 挖出了三百多千克药 并且成功排除发动机的故障 而她因为长时间 保持一个姿势修整火药 工作结束后 双腿几乎无法行走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 徐丽萍已不记得承担过多少次 后来发生的一次意外 彻底让她感受到 每天都活在死亡的威胁中 我的一个同事 就是在整形过程中 能够碰到了壳子 产生了火花 当时也不是很大的一个产品 很可惜就走了 对我触动非常大 擦干眼泪 徐丽萍依然行走在危险的边缘 31年过去了 徐丽萍已不再年轻 常年一个工作姿势 加上火药的刺激性 徐丽萍的身体变得像一侧清洗 双腿也一以粗一细 我们这个父母这一代也教育我们 就是我们干什么事情 要把他坚持到底 徐丽萍全家共有11口人 除了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 八口人都是航天人 母亲温荣书是徐丽萍在工作上 义无反顾的支持者 作为航天固体发动机 整形车间最早的职工 母亲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 给了他最大的帮助 当妈妈总是会担心自己孩子的 她既然决定了走这条路 那就好好走 看她身体现在都成了那样 她也有机会 但是我也希望她犯大事 但是我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舍不得还是什么 我就说等我把这一条干了吧 同时进场的工友们 都已离开或调换岗位 只有徐丽萍一直坚守甘于寂寞 有人问她为什么 她说再危险的岗位 总得有人去干呢 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 凭着这样的信念 徐丽萍在雕刻火药 这个危险的工作岗位上 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为了杜绝安全隐患 徐丽萍自己设计发明了 二十多种药面整形刀具 有两种获得了国家专利 一种还被她所在的单位 命名为利平刀 她先后获得最美航天人 航天技术能手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 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2015年度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礼上 组委会给徐丽萍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你在火药上微雕 不能有毫发之茶 这是千军所系的遗发 战略导弹 载人航天 每一件大国戾器都离不开你 就像手中的刀 二十八年锻造 你是一届工匠 你是大国工匠 我是徐俊 明天见